生肖机生肖机在10月30日将会有喜事频来 身边的贵人如云有望的其所助 实现事业上的飞跃一路迈进新的征程 11月一道财库大开 不过好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属机人的心比较躁 容易出现纰漏 但是他们的勇气很足 敢于在最佳时机去打破固有模式 实现生产力的质变 人生路上有很多困难 他们绝不畏惧 生肖虎 生肖虎乃是霸王之命的属相 天性低调幼稚勇双全且做事稳重肯钻研 一旦他们认定的事情必定是尽心尽力 但近来两年里生肖虎却因为受到犯太岁的影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运势欠佳 生存中遇到了许多波折 不过10月30日开始生肖鸡便可转运 到时间有银金与人水之势 让生肖虎财源广进 生肖牛 进入10月30日属牛的朋友们会运势如红 好运难挡 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猪是有些不顺 但是属牛的朋友不怕吃苦 做事有足够的毅力去坚持 经历一番风雨后 时常能够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虽然正处于形态岁 各方面运势有下跌的趋势 但是生肖牛却能用稳健的态度 将财运走上新台阶 10月30日开始在太岁的干扰下 生肖牛的运程暂时被压低 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翻身的机会 凭借生肖牛吃苦耐劳的精神 以及诚恳的诞人态度 最终能够迎来喜冲太岁的运程 并且急激生财不断 生肖羊都说鼠羊的女人穷一辈子 命不好 但是并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只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生肖 没有什么其他的含义 也跟其他的生肖一样 有时候幸运 有时候不幸运 所以不要认为自己命不好 赶紧调整心态 等待自己有机会发展的时候 好好的发展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鼠羊的朋友 现在就开始调整心态吧 10月30日的时候 你就可以发展自己的事业了 你的事业运争争日上 成功也是大大的 只要你好好的努力 就会有更多的成功 鼠羊的来迎接好运吧 生肖狗今年属狗的本来 就是有很多的运气的 但是它们的运气也是有的 越会越来越好的 比如10月30日的时候 它们的运气就是顶峰 会得到领导的欣赏的 如果领导这个时候 让你加班一定不要拒绝 因为那一天是你发挥自己的特长 提升自己事业的好机会 加油吧 鼠狗的可能觉得自己这一年都幸运不及于一时 但是其实越是这样 你越应该抓住机会 努力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毕竟你不会一辈子都这么幸运的 现在幸运的时候就抓紧 将来才能更好地迎接不幸运 鼠猴猴年出生的朋友们 天性低调幼稚勇双全 且做事稳重肯钻研 一旦他们认定的事情必定是尽心尽力 生肖猴命公有天喜 贵人相助 进入10月30日他们的好运难党 届时他们好机会降临 大展宏图 不仅事业上贵人相助 如鱼得水财气丰厚 还会有财神相伴 正财运势不断增长 同时横财好运大增能收获更多的金钱 只要抓住这次好机会 定会让前期比较清贫的他们 扬眉吐气变富豪 鼠龙 龙年出生的朋友为人真诚 又做事光明磊落 鼠龙的他们很有个人魅力 并且情商十分的高 生肖龙有的解和太一 两大吉星保佑 进入10月30日他们会好运难党 届时好运缠身 财运大红大紫 将会有贵人扶持财源 络绎不绝 只要生肖龙之人抓住好时机 金钱自然随之而来 日进斗金且富贵迎门 同时鼠龙的他们 还有红蓝桃花入命 单身的生肖龙喜获真爱 已婚的鼠龙人喜天贵子 喜事络绎不绝 鼠马马年出生的人 天资聪慧 做事认真负责 他们总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和奋斗取得最终的成就 鼠马人命中有华子和红子两大吉星相助 进入10月30日 鼠马的朋友们会运势如红 好运难挡 届时他们无论是财运还是福运都将迎来大爆发 他们全年整体运势旺盛 有意外之喜 来自于四面八方的贵人从旁相助 事业得到良好的发展 财运也会有所上扬 求财之路变得平坦很多 只要把握住好时机 在工作中就容易得到好的回报 生意场上恨财多而人期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属兔生肖 属兔的朋友聪明伶俐心地善良 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诸事有些不顺 但是属兔的朋友命中有天德和喜两大贵人相助 进入10月30日他们的好运挡不住 届时财运上有福星降临 事业上好运临门 横财正财一起进家门 若是能好好把握期间出现的机会 定能获功成名就 名利双收 大发一笔横财 扬眉吐气便富豪 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